109年到111年 生对生 也就是同学之间的霸凌案件数 从109年的234件 然后110年 241件 111年 201件 部长看到这样的数字啊 您有什么感觉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校园内的这些 不管生对生 私对生 或其他人员对生 为什么一直是我们一努力的 包含 我觉得我们都是鼓励通报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在 受到霸凌的过程 隐忍或怎么样 所以委员报告 我们把一个专线也改变 就是让学生 不一定只是透过学校通报 事实上学生也可以 透过我们 那是24小时 由我们校安中心会去接听的 原因也就是 希望在任何角落 可能也许这个通报后 我们有待在再厘清 但是至少要让这个讯息 是可以出来的 一时我们遇到这些事情 说我们又设了一个专线 你知道专线之多啊 第一旁县市首长也有专线 教育部动不动也做专线 各单位都要做专线 你真的觉得专线就是一个救命的线吗 我要必须告诉你说 事实上 我们是不断在往前 我们的专线效果并不好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在霸凌的案件上面 效果是很差的 今天没有在跟你谈 什么该通报不通报 今天在跟你谈 我们到底掌握度到哪里 通报是第一个要处理的 通报当然要通报 可是部长 我必须要跟你讲 这分几个层面看嘛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这个案件 我们通报当然要确实嘛 通报完以后 下去处理以后 我们有没有严谨对待嘛 但今天更重要 本期要告诉你说 我们有黑素 什么叫黑素 不是说我们暗卡不通报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有很多孩子 他可能有霸凌的事件 他不敢通报 原因是什么 不敢通报的孩子 其实一定非常的多 第一个 搞不好他不认为 这个我忍一忍就好了 我不觉得这达到霸凌的程度 第二个 我认为通报了也没有用 第三个 我可能要顾及同侪 顾及老师 那我觉得算了 我不要通报等等 所以部长 这个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这不是开一两条专线 电信 那个中华电信付费就算了 很遗憾 您一直在跟我讨论说 我们有通报啊 我们有确实通报啊 所以 我当然要告诉你 我们在处理的机制 所以我今天跟您 也是从数字出发 部长 你还要站在这里 争这个数字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应该是要这样去谈 部长 我觉得你尽敬地听 我觉得你要扎开耳朵去听话 我觉得有霸凌 学校也有处理的机制 部长不要去抹黑 不要去歪曲别人的意思了 不是啦 没有那个 我觉得你不要去 那个主席我想了 我们有几千位的辅导老师 在处理事情 请你制止一下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我想今天啊 我们要跟你讨论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我们在谈人权人权 在校园内啊 我想这个霸凌的问题 其实非常的严重 那我不知道你听到 我说非常严重 你是觉得这个量很大 有很多吗 是从量这件事情 来看这件事情 还是只要我们有一起 我们都觉得它是严重的 那最近啊 过年到现在 本席一直在追剧 追一出剧 那一出剧就叫做黑暗荣耀 不晓得部长有没有看 没有 这一出剧哦 不是拍得好而已 而是他的这个题材 非常发人深省 看过这出剧的人 其实心里都觉得 真的非常压力非常大 非常沉痛哦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 那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在台湾发生 但事实上哦 霸凌从所谓的轻度 到非常严重 失去宝贵生命的都有 那我们不能讲说 有那种比较轻的 你知道任何一个霸凌事件 其实对孩子造成的阴影 然后每一个孩子 所承受的能力的不同 可能就是他这一生当中 非常不能抹灭的一个伤痕啊 所以呢我们来看哦 我们现在哦 第一个把儿童当作人权保障对象的 就是这个儿童权力公约哦 那我们这几年 顺应这个世界潮流 我想在这个儿童权力公约 我们也把它纳入了 不管是克纲啊 施政啊 等等啦 这个这一点我想非常值得赞许 我们一直在进步中 但是我们具体落实的一个状况哦 我想并没有这么好 当然有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问题哦 那就连我们国际审查会议的 专家的结论都认为哦 他在这个结论当中哦 我想不知道部长没有看到 就这次我们儿童权力公约 在第二次的国家的报告审查 结论意见当中七十几点 当中的第五十六点还提到说 我们的儿童仍然在持续的回报 报告他们在校园 不管是在课中课后的活动 那遭受了身体情绪及心理的虐待 也包括言语的虐待 所以这些问题都一直都在哦 所以部长我想这份公约哦 这份这个国际审查结论性的 这个意见哦 我想每一点啊 整个教育部大家都要去看 然后去思索说这些意见里面 哪一些是属于我自己责任范围之内 我应该怎么去做哦 所以部长有看过 国际审查会议的这些意见吗 我有看 你看过以后你觉得正确吗 但是因为确实还有很多 可以再持续努力的部分 很好所以呢 因为把我也知道嘛 我们把国际公约 其实一直在转化 所以我想部长 我具体的要求啦 我具体要求部里面每一个人 其实都要去看一下这份意见 看一看自己的所执掌的范围内 我们应该还要再多做一点什么 那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哦 从数据上看哦 这是教育部所提供的数据 也就是110年到111年 我们师对身的霸凌案件数 那这个数据在上面你有看到 那个110年大概有8期 110年21期 这是教育部提供的资料 那其实霸凌其实就视同于校园的暴力了 不管你分为肢体反击 言语关系网路等等 这些都是霸凌的一种 那再来我们看到下一页 在109年到111年 声对声 也就是同学之间的霸凌案件数 从109年的234件 然后110年241件 一百一十一年 两百零一件 部长看到这样的数字啊 您有什么感觉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校园内的这些 不管声对声 师对声或其他人员对声 为什么一直是我们努力的 包含我觉得我们都是鼓励通报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在 受到霸凌的过程 隐忍或怎么样 所以委员知道 我们把一个专线也改变 就是让学生 不一定只是透过学校通报 事实上学生也可以 透过我们 那是24小时 由我们校园中心会去接听的 原因也就是 希望在任何角落 可能也许这个通报后 我们有待在再厘清 但是至少要让这个讯息 是可以出来的 部长 您说的说法是说 我们还要增加了专线 我实在要讲 每一次我们遇到这些事情 说我们又设了一个专线 你知道专线之多 地方县市首长也有专线 教育部动不动也做专线 各单位都来做专线 你真的觉得专线 就是一个救命的线吗 我要必须告诉你说 事实上 我们是不断在往前 我们的专线效果并不好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在霸凌的案件上面 效果是很差的 是很差的 你想 不管我们刚刚看到师对声 或现在看到的声对声 这个数字 教育部提供的 我看到以后 我就直摇头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问办公室说 这个数字确实教育部提供吗 真的 这个数字看到 已经令人忧心了 但是更令本席忧心的是 很多的黑数 这个黑数绝对是 这个数字的非常多倍 我已经看到 这是通报后查证属实的 这个数字 部长 这个当然是通报后查证属实 才会练在这上面 部长我把事情跟您讲完 因为这是你们 这个我一定要给你澄清 以这个数字的通报数 是这个的达到它的 八倍之多 也表示说 为什么我们鼓励通报 就不希望孩子隐忍 好来部长 那我们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八倍之多 第一个 我也要告诉您 不会是只有八倍 我们都是在地方上 那教育局 或者相关的学校 我们都很了解 其实绝对不会只有八倍 绝对不是只有八倍 有许多孩子那个隐忍的 或者是没有被处理的 那是之多的 好那您刚刚又说了 通报是八倍之多 那我们认为是 尘埃的只有这些 通报不是只有专线 学校就附有通报 我们一起都审过 当然嘛 我们一起都审过 这些霸凌事件 那个SOP的系统报 部长当然 如果学校该通报 历史没通报 那是有处分的规范 部长今天没有在跟你谈 什么该通报不通报 今天在跟你谈说 我们到底掌握度到哪里 我觉得通报是第一个 要处理的通报 通报当然要通报 也才能够减少黑数 可是部长 我必须要跟你讲 这分几个层面看嘛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这个案件 我们通报当然要确实嘛 通报完以后 下去处理以后 我们有没有更严谨对待嘛 但今天更重要 本期要告诉你说 我们有黑数 什么叫黑数 不是说我们暗卡不通报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有很多孩子 他可能有霸凌的事件 他不敢通报 原因是什么 暴敢通报的孩子 其实一定非常的多 第一个 搞不好他不认为 这个我忍一忍就好了 我不觉得这达到霸凌的程度 第二个 我认为通报了也没有用 第三个 我可能要顾及同侪 顾及老师 那我觉得算了 我不要通报 等等 所以部长 这个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 这不是开一两条专线 电信 那个中华电信付费就算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原本后面还有几个议题 其实要 今天要跟 王哈博跟教育部都要讨论 但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讨论 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我们轻则 一句话对一个孩子 影响一生的 这个阴影 这个黑暗没有办法抹去 你不管是被霸凌者 那支严重的伤痛 部长你要知道 霸凌者 霸凌的人 包括孩子 他今天产生了霸凌的行为 他也有很多要辅导的层面 那这个霸凌者 他在长大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人格的扭曲 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反向的 这个社会人格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 教育上面要看到的现场 所以今天很遗憾 您一直在跟我讨论说 我们有通报 我们有确实通报 所以我今天 从数字出发 所以我今天跟您 也是从数字出发 部长 你还要站在这里 争这个数字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应该是要这样去谈 部长 我觉得你尽敬地听 我觉得你要眨开耳朵去听 受到冤枉 我觉得有霸凌 学校也有处理的机制 部长不要去抹黑 不要去歪曲别人的意思 不是啦 没有那个 我觉得你不要去 我当然跟委员说明正确的 主席我想了 我们有几千位的辅导老师 在处理事情 请你制止一下部长 我们认为有处理不好的 我们要交调 两位那个 主席请你制止一下部长 好 主席我想我有话要讲 今天如果说 委员在台上质询 第一个 您一直强话讲 没有张开耳朵 您永远不会进步 第二个 永远不会知道 问题的真实体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而且您刚才是用 抹黑跟误解 这代表您在背语 没有证心 所以呢 我跟你讲得非常地清楚 今天我们在谈的是 大家都会通报 今天没有一个学校 没有一个老师 他会把霸凌的案件 按扛起来 绝对没有 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霸凌的案子 是在没有通报之后 甚至汗室产生了之后 我们才发现 所以今天要注意的是这个 所以部长 我们有做很多事情 但不要觉得说 我们做了这么多 然后有人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生气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去面对问题 我只是要让委员恒品地说 我们非常失敗 有台中这个个案 就会严正去查处 我必须要告诉你 通报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接到案子以后 会把这个案子压下来 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 你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更严谨 有没有更宽广 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 我所谓的黑数 不是你个人 刚才没有注意 听我们质询所谈的那个黑数 我们再提的是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 他不知道 这样子已经是算霸凌 他不知道要求援 所以部长 这个问题真的带回去 顺便把我们这个国际审查的这个结果 一点一点 一地去看 当你用心一点的时候 我们霸凌案件会少一点 不管对于被霸凌者 不管对于霸凌者 我们的辅导机制还要下去 最后 我想我们一直在提说 要严理教育部 推动国际人权公约的实践方案 本席今天在这里要要求 在教育部在严理这个实践方案的时候 要把这个校园霸凌这件事情 分得更细 面向更深 纳入这个实践方案里面 把具体的办法 那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 然后全部把它纳进来 然后把办法具体化 可以做到吗 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接受多元的意见 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 学校不是只有通报责任 学校还有辅导协助的责任 这是所有教育人员 所以我要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这样说 至于说有学校处理不当 比如像今天张耀幻间 委员在讲台中市的 地方政府教育局 教育部都不会轻忽这件事情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委员你刚才一直在说通报 部长我要跟你讲 今天案件出来以后 我们都会轻忽 那当然 这个部长不用您提 你要相信你的老师跟你的学校 如果一个案件出来的话 没有人会去轻忽这件事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在霸凌事件当中 我们怎么去教育这些孩子 怎么去教育这些老师 当我们面临觉得自己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什么管道去 我们要鼓励大家 如果今天有不舒服 我们觉得有被霸凌的时候 这才是重要的 今天本系说的黑数是在这里 所以不要曲解 而是要去面对问题 认真解决 委员你刚才说通报这个是什么 我是要跟你澄清 如果连通报都没有 你根本不知道案情发生在哪里 我才会跟你说 我也把数字跟你澄清的意思是 通报数是远远比过 查证后的状态的八倍之多 原因也就是说 但我也相信还有一些如委员所说的 有些孩子他不知道 或是他真的忍着不敢讲 这些我都会觉得 为什么每次一开学 一定要去推动友善校园周 就是不断地在宣导这件事情 好 那个谢谢两位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